2024暑期档落下帷幕 今年暑期档没有像往年那么热闹 不过也还是有些剧冲出高热度 像是吴景言 墨语云间 刘亦飞 玫瑰的故事都是高话题剧 你比星光美丽 度华年以及最近的柳州记则是小有热度 近期中国云和数据平台也统计出2024暑期档剧有效播放量排行榜 榜单统计6到8月暑假期间累积的播放量数据 Top10 曾顺熙 张颂文 孤舟6.8亿 谍战剧《孤舟》开播前期待值很高 找来狂飙的戏谷张颂文 搭配曾顺熙 陈都玲 王玉文这些人气演员 阵容很华丽 不过孤舟评价很差 剧情漏洞百出 作为谍战剧却一点紧张感都没有 流量演员的演技也被抨击 豆瓣评分仅5.1 其实 孤舟的置景和镜头感不差 如果当成偶像剧来看的话还可以 当成谍战剧来要求 就会有点失望 孤舟讲述在1941年的苏州 天才海归建筑师故意中被迫卷入微局 与周之飞上演双雄对决 在江南烟雨的迷离诡诀中书写成长史 Top9 黄景瑜 新直磊 孤战迷城8.2亿 孤战迷城是一部抗战剧 讲述同为潜伏者的欧孝安与秦莫清联手 拆穿日本间谍真面目的故事 新直磊演萨爽女特工 黄景瑜的民国扮相也很帅气 不过剧情评价就不太好 被批评剪辑跳跃 逻辑漏洞大 台词过于现代 剧本骂声不少 豆瓣评分6.4 Top8 侯明浩 何宇 胡连心 少年白马醉春风 8.7亿 少年白马醉春风和高频武侠剧 少年歌行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故事有联动 但口碑却差很多 少年歌行在豆瓣拿下8.3的高分 反观少年白马醉春风 仅6.0 不少观众认为剧情拖沓 明明是武侠剧 但打戏全靠特效称场面 没有拍出武侠剧精髓 如果是首次入坑的观众 或许会觉得少年白马醉春风 剧情不差 还是有不少剧迷喜欢 但和少年歌行一对比 观感就差很多 讲述百里东军自幼不好诗书武艺 独号酿酒 但是他不敌命运 仍败入高人门下习武 而他的好友叶云遭人利用 百里东军要救下苍生 亦要拯救自己的好友 Top 7 杨子 张婉逸 长相思第二季十艺 长相思是去年数七档的大爆剧 不仅是2023年网播量最高的古装剧 而且获得一面倒好评 时隔一年 长相思第二季终于上线 本来观众都看好长相思第二季 能延续去年热闹的盛况 热度再往上推一把 可惜长相思第二季口碑全崩盘 长相思两季是一起拍的 只是被拆开来播 这导致观众追剧热情消退 而长相思第二季又没能马上用快节奏 强爆点的剧情抓住剧迷 且三对CP一直念 剧情却没有大幅度的进展 还引发魔改争议 虽然长相思第二季热度还是挺高 但口碑却大崩 第二季豆瓣开分6.6 现在已经跌到剩5.9分了 Top 6 赵金脉 张灵鹤杜华年10.4亿 杜华年是继墨语云间后 优酷又寄出的一部重生古装剧 这不是男女主角双重生设定 清喜剧风格 甜蜜中带点搞笑 杜华年剧情有亮点 却不像同为重生题材的墨语云间那样紧凑快进 幸而赵金脉和张灵鹤有CP火花 所以还是吸引不少剧迷 杜华年已经是暑期档小有话题的古装剧了 讲述大夏朝的长公主李荣 与当朝首府裴文轩 本来是一对中年怨偶 两人死后重启人生 想改变上一世的结局 却发现原来上一世两人之间充满误会 最终从仇人变情人的故事 Top5 谭松韵 徐凯你比星光美丽11.9亿 你比星光美丽7月对打长相思 杜华年 通常古装剧会比现代剧更容易冲高网播量 没想到你比星光美丽播放成绩不错 不得不说 谭松韵的收视号召力真的厉害 近年他推出的每一部剧都顺利走热 而你比星光美丽不仅网播量冲破11.9亿 也暂居湖南卫视收视第一 谭松韵真正是收视女王 你比星光美丽改编自九月西的小说 讲述女主寄星走上创业之路 她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总裁韩婷的支持 两人日久生情的故事 剧情其实一般 被劈老套 没心意 幸而徐凯演霸道总裁苏感很强 谭松韵演技自然讨喜 两位演员撑起了整部剧 Top4 杨旭文 杨志刚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16.6亿 《唐朝鬼事录之西行》是2024暑期档 少数冲出高评价 高网播量的剧 第一季《唐朝鬼事录》是2022评价很好的古装探案剧 没有流量明星 不是S家大制作 却靠着扎实的剧本冲出高口碑 难得的是 第二季评价也没崩盘 第二季《唐朝鬼事录之西行》延续了前作的成功 原班人马演出 悬疑氛围在线 逻辑推理严密 暑期档网播量冲破16.6亿 连口碑都很好 《唐朝鬼事录》第一季就有8.0分 第二季更一路上涨到8.6分 讲述在大唐盛世之下 武艺高强的卢灵峰和敌宫亲传弟子苏无名 从护不对付到惺惺相惜 合作共破鬼案 Top 3 刘亦菲 同大为《玫瑰的故事》21.6亿 这不是上半年的爆款剧之一 网播量冲破21亿大关 因为女主角刘亦菲 《玫瑰的故事》一开播就冲出高热度 该剧改编自一书小说 讲述女主角黄亦梅的感情故事 剧里有五个男主角 有魅控哥哥 初恋白月光 老公 灵魂伴侣 年下奶狗弟弟 五个男人各有特色 刘亦菲在《玫瑰的故事》演的黄亦梅是个万人迷女主 所有男人一见到她 就疯狂爱上她 这种人设换人眼 绝对被吐槽翻天 不过刘亦菲撑住了 观众都在感叹刘亦菲真的好美 而《玫瑰的故事》拍得也很吸引人 画面一看就有质感 剧情虽然被诟病太狗血 但无疑是好看的 许多渣男的剧情 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对应 情节让人有共鸣 Top 2 张若云 李沁 庆余年第二季25.4亿 庆余年于五月开播 热播期早就过了 但暑假期间话题持续延烧 播放量也不断上涨 庆余年第二季是今年网播量最高的剧 《打败繁花》 《雨凤行》和《墨语云间》 是2024年的爆款剧王 而光是6到8月 庆余年也新增了25.4亿的播放量 庆余年第二季依然维持原来搞笑的路线 时而紧张刺激 时而幽默爆笑 反转不断 编剧王卷的剧本功力还是稳的 张若云也再次撑起范贤这个大男主 目前庆余年也确定会拍第三季 希望这次不要再让大家等这么久了 Top 1 吴锦言 王兴月 墨语云间 25.8亿 墨语云间是2024年让不少观众都追得入迷的古装剧 6月到8月期间 累积网播量破25.8亿 墨语云间是今年目前网播量前三高的剧之一 剧情很痛快 它是重生小说改编 剧版保留了原著框架 狗血 快劲 爽感满满 完全不无聊 墨语云间讲述家庭优渥的县令之女薛芳菲 被扎夫陷害 久死一生后 以江黎的身份回到京城复仇 许多古装偶像剧都注水拖沓 让人忍不住想快进 但墨语云间完全没这个问题 看吴锦言至斗继母 复仇扎夫 一追就欲罢不能 难怪能火 古装剧柳洲记累积网播量4.7亿 近期热播的古装剧柳洲记累积网播量4.7亿 没有前十 柳洲记8月12日才开播 因为榜单统计的是6到8月的网播数据 所以晚播出的柳洲记就比较吃亏一点 柳洲记在豆瓣拿下7.8高分 是暑期档口碑不错的古装偶像剧